大家好 欢迎来到洋洋说史 每次一提到我们中国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就开始侃侃而谈 并说出我们中国的成就 其实我们中国要有一颗黑暗的历史 那也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事情 可能想到这段历史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不同复杂的心情出现 可是幸运的是通过我们中国的努力 最终取得了胜利 在多场战役中表现得非常英勇 最终新中国成立了 才开辟了一个新的道路 当然对于我们中国而言 也有志趣相投的朋友 其实我们中国一直有着传统美德 并且喜欢援助于他人 接受过我国帮助的国家也不在少数 比如非洲越南等国家都接受过中国的援助 在众多跟中国比较友好的国家中 有一个国家是阿尔巴尼亚 这个国家离中国比较远 也是一个欧洲小国 同时也是我国援助的兄弟之一 为了帮助这个国家快速发展 中国还先后援助了军用飞机 苏联战斗机的发动机 都是由中国提供的 不仅如此 中国为了帮助阿尔巴尼亚 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国防体系 还给这个国家提供大量的技术和设备 起初这个欧洲小国的人口不到200万 局势也比较复杂 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比较落后 根本就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深查立足 可是在中国和苏联的大力支持下 这个国家成了欧洲不可小亏的军事力量 即便如此 如今的时代已经改变这个国家 和曾经的乌克兰有很相似的想法 都将挤破脑袋加入联盟 成为北约成员国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个国家还将原本封存在 中国制造的军用机场交给北约 目的就是将加入北约成员国 然而100多种中国制造的军用飞机 被当成废铁扔在路边 看起来让人心酸 又非常凄凉 对于这个国家的行为 不知你是如何理解的呢 好了 本期就到这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指正 我们下期再见